全英女单刚未免 戴姿颖世界球后地位马上不保 全英宇宙公开赛 才刚刚未免夺下点2贯的戴姿颖 居然因为BWF新赛制的关系 4月中就会因为计算积分落后三口歉 而失掉世界球后宝座 BWF的世界排名 采取选手过去52周最高的10场积分加总计算 只可惜戴姿颖去年较高的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公开赛的11000分 以及9200分 将会被去年澳洲公开赛4强战 中国公开赛的8强战的6420 以及6050分给取代 这也顺理成章的让原先世界排名第二的三口歉 接任成为世界球后 或许放弃世锦赛没有参赛 而选择参与台湾世大运的决定 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现在的积分排名 不过戴姿颖本人倒是放得很轻松表示 虽然可惜 不过也没太过在意 只要好好的打每一场比赛 把积分给赚回来就好了 当时参加世大运的戴姿颖也曾在记者会表示 身为台湾人我觉得应该要支持这个比赛 就是跟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奋斗 哎呀这样的精神球后实至名归啊 不过戴姿颖从去年12月起 已成为世界球后至今长达65周 也位列历史排名第4名的最长女子 羽坛球后统治时间 乐观如带姿颖 球迷们只要继续支持着 这位台湾羽坛球后 日后肯定会有更多更精彩 甚至更长时间的球后连霸之路在等着她 苹果体育中心综合报道